小餅乾 哇 這是什麼可愛的小餅乾啊 是要給寶寶吃的嗎 其實是和今天要介紹的 傳統活動有關喔 今天要做什麼呀 太暖是不是 什麼是太暖 哇 好多餅乾掛在我脖子上 好香喔 好想吃耶 滿四個月之後 他們就會開始有流口水的情況 然後呢 習俗上來講 我們叫做做四個禮 然後就會有做一個太暖的儀式 太暖了 太暖了 太暖了要做什麼呢 太暖了 顧名思義四個月太暖了的話 就是讓小寶寶的口水收一下 那也順便祝福他說 你平安長大到四個月 那未來也會一直這樣子順順利利長大 然後給他一個祝福的東西 那其實基本上呢 我們會有一個餅乾 就是六個或十二個 如果在家裡輸的話 其實可以準備到十二個沒有關係 然後用紅線串成一串 然後我們會圍在寶寶的脖子上 然後我們要幫餅乾了 我們今天滿四個月了 餅乾餅乾好香好香 那我等一下可以吃嗎 謝謝 幫好了 謝謝 好可愛喔 那我們要來吃吉祥話喔 吉祥話要說什麼啊 好 跟寶寶說一些吉祥話 拿個餅乾然後舔一舔 好 哇 更大口耶 這個爪更大耶 哇 謝謝阿姨 沒辦法 餅乾那麼香 口水就一直流啊 除了傳統餅乾 也有很多造型可愛的餅乾 也很吸引人喔 嗨 寶寶 好 可愛 太冷 太冷 讓你快點叫阿爸 媽咪 什麼 不是要給我吃的嗎 為什麼我只能用舔的 寶貝 你現在還不能吃餅乾 要等你長大囉 媽媽先幫你吃 很吃飽了 哇 媽咪 摸他嘴巴一下 然後再給媽媽吃掉 然後給親朋好友吃掉 然後代表把口水都收掉了這樣子 對 你們到底在念些什麼 好棒 這些吉祥話代表什麼意思呢 會念一些吉祥話 主要的話就是 有一點點要把口水收掉了 然後讓伯伯開始順利 平安長大 你們念什麼我聽不懂 我只是想要趕快吃餅乾 講完就可以吃了嗎 好棒喔 謝謝 非常好 謝謝 會說 然後我們也可以 在場分享給這些陪同的親朋好友 也可以跟寶寶說一些吉祥話 好棒 然後呢 會再做一張證書 就是專為修娜做的證書 然後證書給寶寶 然後做一個紀念這樣子 太棒了 我有證書耶 好像拿到獎狀一樣喔 很好玩喔 不過喔 口水還是一直滴啊 剛好那時候寶寶比較會流口水 剛好那個階段其實 他也可以吃副食品呢 那他的本人身體的一個構造 他就可以 來分泌一些口水來消化這些東西 那其實如果說以腸胃消化精能的話 滿四個月的時候 寶寶的腸胃道就會分泌一個 酵素叫做澱粉酶 所以其實滿四個月的小朋友 他就可以喝一點點米湯啊 吃一點點副食品 讓他做一些吞咽的訓練啊 一方面開啟他消化的功能 那其實整個的構造結構 當然口水這時候就會開始慢慢分泌了 那也有比較早分泌的寶寶 也有 可是這只是一個好玩的習俗 通常太溫暖以後 還是會繼續流口水啦 對 只是說那是一個很好玩的習俗 然後也留個紀念 給寶寶紀念 給家人一個紀念這樣子 漂亮 所以餅乾不要真的吃下去喔 謝謝好 哈囉 我是米次 四個月 我們今天剛好四個月 就讓他做這個儀式 太溫暖 對 寶寶看起來很開心啊 對不對 對喔 好比妳安安長大 好快快樂樂生活 OK 好 謝謝 謝謝 當然 太溫暖只是一個習俗的儀式 雖然沒辦法真的幫助寶寶 完全不流口水 但是可以製造和家人一起的 美好回憶也是不錯的活動喔